这个人是过得群居的生活 也就是说一个人不能够特立社会 不能够特立大众而单独的生存 那么既然是群居社会生活 就一定要明了互助合作 分工的重要 不但人的生活如此 我们细心观察也有许多的动物 同样的也是过着群居的生活 他们分工也相当的细密 因此 我们自己一定要求在团体里面 我最适合担任哪一类的工作 那么向这个工作认真努力的学习 把自己本分的工作做好 人人都能将本分工作做好 这个团体社会就健全 因此 佛在一切经里面 佛在一切经里面教导我们 一定要佛会双胸 佛称为二族尊 这就是做一个样子给我们看 二就是指的福与会 足是圆满的意思 怎么叫成佛呢 成佛就是福报跟智慧都圆满 那么佛在这个群居社会里面 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秀色 我们要晓得 它的秀色不定 怎么知道它不定呢 经上常常讲 随内化身 随内化身 当然就不定 像经上所说的 实地菩萨在大凡天做天王 化身做天王 也有佛菩萨化身做人王 也有佛菩萨化身做乞丐 也有佛菩萨化身做乞丐 由此可知 男女老少富贵贫贱 不定 这里头都有佛 都有菩萨 菩萨不是一定要扮一个什么救赛 没有 也就是说 大家需要什么样的一个救赛 他就扮演什么样的救赛 这才叫自在 才是真正的大自在 如果永远只搬一个救赛 不能换成第二个救赛 他就不自在 那也就不能说是水泪也化身 所以我们对佛 成佛这桩四千 一定要认识清楚 佛是究竟圆满的智慧 成佛就是过究竟圆满智慧的生活 无论在社会上 它是什么样的地位 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它所表现的都是究竟圆满的智慧 能令一切众生 谢慕 能使一切众生 仿效 这个就是佛了 这就是菩萨 所以我们在这个世间 自己也要晓得 无论是出家或者是在家 要知道自己的能力 知道自己的情绪 知道自己的事根 丝毫不能够勉强 我们学习 生活 做人 这就是在这个社会大舞台里面 扮演一个角色 无论演什么角色 要演得像 要演得必真 要与法相应 这个法的一面 有四有理 与理相应 就是与真性相应 与大三孔三魅相应 这叫七里 与四相应 与整个社会需要相应 在这个社会里面 你能够启发众生 你能够帮助众生 破密开悟 这就对了 这个你就是行菩萨道了 你对这个社会 就尽到最大的贡献 祝福 祝福 宏发立身 在佛教整个事业里面 那你的作为 就是真正的去佛会命 明白这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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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允自然就舒适了 不明白 一定要强求 做某一种事情 障碍就多了 所以首先 要知道自己 人确实 人归自知之明 认识自己 自己合适 做哪一种事情 以我们这个佛教 做一个例子 佛教 是教学 佛教的道场 是一个学校 学校里面 是有三类的人 集合在一起 才能把这个工作 做好 第一类的人 教育 你这个学校 没有教育 不行 如果这个学校 人人都是教育 这个学校也办不成 教育 教员是负责教学 要使教学 这个工作 做得圆满 必须还有行政 跟他配合 随着校园里面 学校里头 有职员 从校长 到负责 一些行政工作的 这是职员 少一个 这个学校 就不健全了 除行政人员之外 还有事务的人员 帮助来做琐碎的事情 必须这三种人配合起来 这个工作才能做得圆满 那我们想一想 我们适合于做哪一种工作 做你自己适合做的工作 你就做得很愉快 跟大众密切的配合 教学是个整体的 一个学校 人人都做校长 这个学校坏了 人人都当教员 这个学校都办不成了 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 秦居的社会 它是护足护足的 像我们现在看钟表 几乎现在每个人手上都戴手表 钟表的作用是什么呢 爆石的 谁在爆石呢 那两根指针在爆石 指针真能爆石吗 后面那些零件很多 少一个螺丝 爆石就不准 这个大家都知道 一个零件都不能缺少 那么由此可止 那个爆石就像我们佛法团体里面 讲经说法的法师 他在表演 可是真正推动这两根指针的 现在一般手表都是用电池 电池供应你的电力 使它爆石准确 供应这个手表里面 每一个零件 每一个齿轮 都能够依照它的速度在旋转 这表面上两根指针 爆石才准确 才不会有差 它是整体的 它是互相合作的 如果每一个零件都要当指针 这爆石的作用就失掉了 明白这些道理 自己在这个社会上 订阅于从事哪一项的工作 认真把自己本分的工作 努力去做好 这就是阴光大师讲的顿能尽分 能是累 我是说要哪一类 我把自己这一类的工作做好 自己这一类的工作就是我们的本分 我要把本分的工作做好 与大众来配合 这个道场就健全 小团体如是 大团体也不例外 大到一个国家 今天世界有联合国 都是一个道理 再小到自己一个身体 我们这个身体 十十多多器官 十十多多细胞组织 每一个器官在身体里面 都有它一部分的功能 过广告的 它也密切合作 顾尽自己的本分 这个身体才健康 如果要是乱了 彼此干扰了 不尽自己的本分 就管别人的闲事 身体就生病了 那真命也活不了了 那么诸位如果是 真正明白这个道理了 你也就懂得 做人的基本原则 无论自己扮演什么 就是都非常快乐 非常欢喜 真的是充满智慧 菩萨实现一个乞丐 做一个乞丐的菩萨 乞丐的佛陀 为什么扮演这个教室呢 社会上有这一类的人存在 既有这一类的人 佛菩萨度化众生 佛师们中不是一人 这一类的人怎么能把它放弃 这一类这一类也要帮助他做好 也要给世间做一个示范 对于这个社会 有正面的贡献 也许大家听到我这个话 感到怀疑 乞丐对社会有什么贡献 那问题说 他不是菩萨乞丐 他要是菩萨乞丐 对这个社会就有贡献了 另一切大众 看到他 欺乏 不贪 不沉 不吃 帮助社会大众 断贪臣痴 你们在这个世间 赠民夺利 他民也不要 利也不要 这个给社会就是很大的启发 这个就是在教化社会 我出家受戒的那一年 戒和尚道远拉法斯 他老人家给我讲一个故事 是他们家乡的泰州的事情 那个时候他刚出家没多久 当小和尚 他们泰州有个乞丐 他的儿子经商发大财 他在外面讨饭了 当然这个亲戚朋友 对他的儿子就不能够原谅他了 你发这么大的财 生活这么富裕 叫你的老子到外面讨饭 称什么话 他自己也觉得脸上没有光彩 就找了 派了很多人去找他的父亲 好不容易找到了 找回来了 回来之后好好地供养 这个老头子回到家里之后 住了还不到一个月 看到周围的人少的时候 他又溜出去了 又跑了 跑去又跑去躺下去了 去做乞丐去了 人家就问他 你为什么有福 不晓得想爱 他说那个不是福 我要饭是福 无忧无虑 天天游山玩水 这个生活多下意 晚上去泡庙 到随便什么地方休息一下 天天游山玩水 跟大自然为伍 他过这个生活 他说 那个在家里那么多人伺候 就变成一个笼子一样 被人家关起来 那个不是人过的生活 乞丐菩萨 人家真的是明文立扬 他把他写得干干净净 过得那么快乐 那么幸福 这真的事情 这民国初恋 那在我们看起来 这个人也许是菩萨实义 不是普通乞丐 他是个幸福快乐的乞丐 乞丐当中 很多有道义 食材不媚 不接受人 报仇 肯 帮助人 解除人的危难 我们中国人讲的义概 他有义气 有道义 落天之命 这是值得社会大众学习的 他在这一行 他能把这一行 做得那么圆满 其不叫顿门禁风 那么我们今天出家 参与佛陀的事业 佛陀事业是佛教教学的这个事业 这个事业大了 不是小事业 我们既然参加这一轮了 我们自己要想一想 我在这一轮里面 适合做什么工作 讲经 也不是人人都有这个条件 我们过去在黎老师的会下 黎老师在台中有两个机构 一个台中联社 一个台中磁光图书馆 跟他学习的学生很多 贴近身边的差不多 差不多有将近两百人 这两百人当中 老师观察大家的习心 能力 劝导大家去学 有能力奖金的 劝你奖金 没有能力奖金的 劝你学办事 劝你学习领导 在办事里面 在培养领导人才 像现在这个图书馆的馆长 连社的社长 都是我们底下这一代的学生 他们看到我都称老师 那在第三代了 培养你半死 你善于交际的 培养你半交际 我们道场里面讲的智客 智客就是交际 现在讲公关 公共关系 你会理财的 清晰的 能理财的 就去培养你 做财务工作 这个道场 各种人才都需要 那么现在 这个红阀面 又展大 扩大 不仅仅限于一个道场 讲经说法讲也 现在都有录音 这个录音 录音带 许多电视台 卫星电视 他们愿意拿去广播 那还有就是 电脑 网络的传播 于是我们还需要科技 人才 出家人能不能从此 可以做啊 这些科技 已经跟我们 这个教学 融合成一体了 另外还有语文 翻译的 身材 我们能不能把这个中文 翻成外国人 翻成外国文 翻成世界各种不同的 外国文字 向全世界流通 弘扬 所以佛教这个团体 各式各样的人才 通通都要有啊 现在这个延续法师 专门在学习电脑 好事情 我们佛们需要电脑 需要这种科技 人才 他对于这一方有兴趣 行 能够将这个佛法 做这个传播的工作 传播到全世界 利用高科技 将佛法延续到后代 今天不仅是保存经典 录像跟录影都应当保存 利用科技的方法 永远保存给后人 帮助后人来学习 所以我们一定要晓得自己的能力 自己的兴趣 自己的嗜好 应当学哪一样东西 把我们佛法教学整体 做得圆圆满满 这就对了 不一定 我一定要做哪样 那个错 这个观念错误 今天时间到